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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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无鬼 这里就是你们的末路 怎么 你们这帮六扇门的人做事也鬼鬼祟祟的吗 今天是我们七阵捕头联合行动 量你们也插势南非 还不束手就行 就凭你们这些阿猫阿狗 真的以为能困住我们吗 行不通 何必跟这些贼子多言 我们动手吧 动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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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走 要交给我 追 好 听下包子按一下胸口 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咱们要是不干几分大买卖 还真对不起他们对我们的一番好意 做梦 江南无鬼 今天就让你们变成真正的孤魂野鬼 就凭你们两个吧 我们就够了 缠住他们 等我们的人赶到 是 好 后妾倒是他 也不过如此 慢着 他们人快到了 快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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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es 哎 你快下来呀 咳 你怎么能青不开啊 哎 哎 哎呀 哦 小哥 小哥 我 我 我 他要自杀 他要自杀 在哪儿啊 在树上 在树上呢 我求求你救救他 快救他 快 爹 快 不 drive 原来是个穷鬼啊 这钱可是我存了好几年才存下来的 还给我 不准走 不准走 跟我去见关 我永远不识台上 不知道小哥是个高人 我也是走投无路 被逼无难才想出这样的办法 你不要再骗我了 你就是个小偷 三年前 我家男人一直窝窗不起 为了照样 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我不能也只能靠着我男人去死吧 小哥 我求求你了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若有半句假话 今天晚上就让天来劈死我 我 我 拿 拿着去抓药吧 拿着吧 你 你 你 大哥 如何 听说吉祥镇会来一个硬点子 其他镇子 倒没有补充什么好手 张哥 我还有一件事 说 最近一段时间 活动在这附近的一些小贼 都被一个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 给收拾了 传闻这小子 有点本事 好像是个高手 知道是什么来路吗 具体还真不知道 是什么来路 就知道有点傻乎乎的 就是个傻子 不用着急 借了 杀就是 这位兄弟 你还好吗 老伯 老伯 这什么人 他们都是你杀的 你还想骗我 你手里拿着剑 让开 哪儿都别想去 你杀了人 就要跟我去建官 我没杀人 找死不就怪我 你是谁 平二王 来 小心 拿着 从伤口的形态说明 这个人已经死了三天左右了 这个伤是刀伤 这个伤 是峨眉短自强的刺伤 另外 在那个老者的身上 发现了类似简的兵器 造成的伤口 凶手至少有三个人 但没有用剑的 这两个人身上 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 显然是被凶手洗劫了 看来 我的确是冤枉你了 我都跟你说了 人不是我杀的 还下这么重的手 真是个莽夫 重手 我怕把你打伤了 只用了一点点力气 你叫什么 怎么浑身这个样子 你叫什么呀 我今天醒来以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脑子被人打闪了 那你叫什么呀 我让你打报 老师 我叫你 你叫你 把你叫你 你要等你 不要 你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捉个大侠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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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着呢 疼疼疼 我刚告诉你 你快放开我 我可一个月没洗脚了 不知后代 把剑还我 像你如此寒酸汁 怎么可能用 如此好的保剑呢 我知道了 六小你不是偷来的 你就肯定是抢来的 连剑我看看都不看 你也太小气了 念你年事已高 不与你计较 速速闪开 你年纪轻轻就欺负老人家 你不惭愧吗 你们家大人 有没有告诉你要尊老挨幼啊 李克 你把我脚都给打伤了 你总得给我点汤药费吧 不给就算了 你干吗那么凶吗 你要是把我这个老人家 下桌这好歹来 那可怎么办呀 算了算了 我走了 这最近 怎么总是遇到些怪人哪 看来我都是烧烧香 拜拜佛了 走了 李师傅佛佛脚 怕是来不及吧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好像不是在跟我说话吧 我们也不认识啊 你就是华诚辉 我也能把你拼起来 不要装算了 你都追了我一个月了 你不累吗 东西没拿回来 追到天边 我也要追 什么事儿 白里叔 不 苍宝哥失窃了 失窃 我人是个高手 碰到我 算你倒霉吧 这持家到底给你发了多少薪水啊 啊 这么玩命 每天加班 还不休假 真够敬业的 还想借金溜走 这次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你可知道我以前在江湖上叫什么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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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啊 急死你我 哼 小贼 牛嘴滑舌 影子 你可听说过 他说他叫影子 很厉害吗 很厉害 他如果盯上谁 就会像影子一样 永远摆脱不了 这么巧 你不是骗我的吧 好不好 我人在 东西我还你总行了吧 亏你还是影子 就这么点东西 你知道吗 拿出来吧 珠子还给你 你可别再来找我了 走 走啊 珠子还给你的 你还追我干什么 那你真的想饿我不吃 你也敢在我面前使用 把珍的夜明珠交出来 对 对 对 程程程 别这么认真好吗 小爷我可是很金贵的 弄上了你可赔不起 对 别打了 嘿嘿嘿 你 你们是一伙的 不是 我不认识他 那阁下 重手 是何用意 他偷了你的东西 确实不对 你让他把东西还给你就是了 没必要非要杀了他 小偷 你快把东西 还给人家 小爷我有名字 你干嘛小偷小偷的乱叫啊 我就把 空空 姓白的小偷 会把东西还给人家 看来此物跟小爷没缘了 就此别过吧 还给你 行啊 都散了吧 散了吧 后悔无息 嘿嘿嘿 千万 还有一样东西 我要把它带回去啊 东西追回之后 背了他一双手 让他知道 实际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冒犯的 是 老爷 留下一双手 你就可以走了 你过分了 你过分了 你要是想要点营养费 加班费什么的 我还能给你想想办法 你居然敢打小爷这双手的主意 小爷还要靠这双手 创造美好生活呢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帮你 阁下 阁下是什么人 请报上名号 我叫平二娃 平 平 后悔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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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怨 你今天救了我 以后有事你说话 只要是我能办到了 就算是天上的月亮 我也想办法给你偷回来 我要月亮干嘛 我又没用 你怎么老想着偷东西 以后能不能不偷东西啊 没问题 全凭恩怨吩咐 恩怨 你要是不嫌弃我 我以后就追随你 你看如何 想找个便宜的保镖 说得倒行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那是被恩人的人格魅力 都打动 你也敢自称君子 英雄不问诸处 只要我们有侠义之心 谁都可以当大侠 对 不要在意身份嘛 阿姨 我现在给您编个小魔术好不好 好 我 来来来 弄点 来来来 这边看看 你看这个颜色的吧 这边就买了 这边看看 这边看看 这个颜色的 得看这个颜色的 好 好 看到 好 看这样 这地方可真热闹 再往前走就到衙门 我不能去衙门啊 我也不去 为什么 狗拿耗子的事 我才没想去 我要去置办几套衣服 一个大男人这么爱臭美 那你呢 恩人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地方 就是衙门 要不您自己去吧 也行 那你们两个在这儿等我 还有 以后能不能不要叫我恩人恩人 听着好烦 那 那我就叫你平大哥吧 好 平大哥你看 前面有客栈 要不这样 咱们先去客栈 安顿下来 然后你再去养 你看如何 也行 可是 我身上没钱了 钱 没事 我有 怎么这么多钱 哪来到 我也不知道 客官 您慢走 好 这边 下次再来啊 好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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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嗯 嗯 。 三位 这饭可还合各位的口味 合 特别合 好吃 谢谢您的夸奖 我叫花爱妃 是这里的掌柜 花掌柜 三位不是本地人吧 是第一次来到吉祥镇吗 我家住在山上 这两位 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好朋友 原来如此 那三位 是做什么买卖的 就是下山走走 只好 就回房间吧 对啊对啊 咱们吃饱喝足了 咱们就上去休息休息啊 好 那我就不影响三位了啊 上车 嗯 掌柜的 我向你打听一下 衙门怎么走 来人 老爷 何人在外喧哗 不知哪里来的傻小子 硬闯公堂 说是要报案 好 我去看看 顺便叫一下叶无头 是 真的有凶杀案 很惨的 我都看到了 你们去报一下吧 你起开 大老爷 我看到了凶杀案 我特意跑来报官 他们不让我进 我很生气的 放死 无妨 大人 谢大人 叶不头 你前天刚到 今天就遇到了案子 这可是你立功的大好时机啊 大人请放心 在下一定尽力而为 不让大人失望 好 你可以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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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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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本镇的捕头 叶捕头 叶捕头 平大哥 小白 你快来 这个是 你来得刚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镇上的捕头 叶捕头 叶捕头 你好 如此说来 柳少侠也没有见到凶犯的模样 正是 好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多谢几位 不打扰了 感谢几位 叶捕头不用客气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告辞 也算是个高手 你怎么知道啊 感觉 我不太喜欢叶捕这种人 看见他我就难受 你们两个 以前肯定干过很多坏事 所以看见当官的 你们心虚 对不对 感谢几位 大人 你怎么来了 这是你在本县办的第一个案子 我过来看看进展如何 根据尸体身上的伤口 我怀疑可能与江南无鬼有关 什么 跟江南无鬼有关 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根据无鬼所用的兵器和招法 和这尸体身上的伤口 都能对得上 这江南无鬼非同一般 行不头就在抓捕他们的过程中 殉职的 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再想明白 无鬼这些年来纵横江南 而始终没有落网 定是有过人之处 我自然不会轻敌 但若他们真的到此作案 我一定将他们绳之以防 好啊 叶部头 你若能抓到无鬼 为民除害 我先替百姓们谢谢你 大人 不告 万万不告 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 这江南无鬼 祸害百姓多年 是我的心头大患啊 我恨不得立刻将他们抓捕归案 凌迟处死 方解我心头之恨 大人期末急躁 无鬼定会落网 无鬼不除 作为父母官 我寝尸难安哪 现在除了这几具尸体之外 叶部头 可发现了新的线索 的确发现一些可疑 说来天天 平二娃和他两位同伴 颇有可疑之处 几位是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的 我是从山上 我是问他们两位 他们又告诉你了 我脑袋受伤了 很多事都想不起来了 那要尽快找大夫医治一下 忘了自己是谁 总是不妥的 白少侠是哪里的 我是陕西凤翔太白县人士 做些土特产的买卖 采过货物路过城 凤翔府人街地灵 是个好地方 我多年前曾经去过 现在应该是 杏花盛开的日子吧 叶部头真是见多识广啊 现在凤翔府 满大街都是杏花飞舞 很是漂亮的 如此说来 这三个人 确实是很是可疑啊 那个叫柳浩尘的 身上杀气浓烈 有一股血腥之气 绝非善雷 刻意隐瞒身份 只怕其中有些隐情啊 你的意思是 若无亏心事 何必遮遮掩掩掩 或许 这三人 与无鬼之间有什么瓜葛 也未可知 我办案多年 这样的案件 也见过不少 故意做个案子 让韩派人 假接报案之名 骗取新人 探明虚实之后 理应外合 这一招非常狠毒 果然阴毒啊 当年末北的万毒教 就是用这种方法 一连 洗劫了一十七个村镇 屠戮民众 数不胜数 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呀 若是如此 恐怕大大的不妙 要赶紧 将这三人捉捕归案 才是 没有证据 不可无故 击纳他们 但是让他们 留在镇上 却总是不同 那便尽快赶走他们 明白 阿四 你去集合人手 咱们现在就去客栈 是 叶不投 叶不投 你这是干什么呀 捉拿嫌犯 花展规 逼让一下 那可不行 一会儿你要是打起来 我这客栈怎么办呀 我的 是奉献太爷之名 抓捕嫌犯 为民除害 还请花展规 不要妨碍公寓 为民除害 我不是明吗 保护我的客栈 不也是你的责任吗 不也是你的责任吗 那就麻烦花掌柜 把平二娃柳浩尘 和白空空三人请出来 我就在门外守候 夜不投 拿下 拿下 打下 你 你 打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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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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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博道 凭他跟你没事吧 我怀疑你们三人 是江南无鬼的同党 跟我去衙门走一遭 我要妄图抵抗 叶博道 这事可不能幸苦开河 我们已经如实跟叶博头说清楚了 真的只是路过 如实 白空空 你既说你是凤翔府人士 我想问你 凤翔府此时 可是遍地姓花 是啊 一派胡言 凤翔府盛产杜鹃 哪里来的姓花 那是你不知道 凤翔府的大老爷他俱内 老爷夫人喜欢姓花 不喜欢杜鹃 所以说大老爷把所有的杜鹃都砍了 全都种成杏花了 还在狡辩 阿四 四池在水粉店门口 窃取了朱元卫随身携带的钱袋 这些盐质水粉就不值这几个钱 你瞎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看着点 对不起 你取走银两后 直接将钱袋丢在了水塘里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卫石在祥和堂内 甲义冠上古丸 暗中取走了余掌汇身上的玉佩 对 就拿这件吧 就这个吗 就这个 好嘞 老板 你慢点 那是 好嘞 早料到你们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流窜至此 到底有什么意图 小爷我 本来是想做好事不留名的 没想到被你们发现了 好吧 小爷我就承认了 你们知道 小爷我在江湖上的名号叫做 千面圣首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那可是想当道的侠盗一名 跟你们说的这什么 江什么男什么鬼 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这口黑锅 小爷我是绝对不会背的 欺民狗盗 劫掠百姓 还得脚灭什么 我既是本地的母头 就定人要保护 这一方百姓的安全 休得多眼 你别吓我人行不行啊 这东西是我偷的 和他们没有关系 小爷我 跟你回衙门就是了 弃居宝帅 三个都得给我回衙门 不用动手 我们跟你回衙门就是了 衙门我是不会去的 大不了走便是 去不去还由不得你 住手 叶捕头 这几个人虽然身份可疑 但是尚无罪证就妄下杀手 是否太草率了些 你是要指点本捕头办案吗 指点不敢 不过呢 我最讨厌打打杀杀 也不想看到动刀动枪 花掌柜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们换个地方去打好不好啊 一会弄得这门口血淋淋的 我还怎么做生意啊 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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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多谢恩公 多谢恩公 果然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路过 对了 你男人的病好了吗 好了 多谢恩公 相处 快起来 好了就好 看不见本捕头在办案吗 现在人都退散 呸 你这个死当差的 你眼睛是瞎了吗 这可是我恩人 他要是坏人 你们全都是坏人 我说吴大嫂 他就是那个把钱都给你的那个好人吗 是啊 就是他 是不是 是啊 怎么能是坏人 对啊 叶捕头 我看此事确有误会 但你若是苦苦相逼 莫非是与他们有什么仇怨不成 是啊 这样是不容忤众的 不容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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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这样啊 是啊 这怎么能行啊 就是 安静 这个小子 得跟我回衙门 至于你们二人 本阵不欢迎你们 限你们一个时辰之内 离开本阵 是 快 你先走 你走 我先走了 现在平安能能照顾 后会有期啊 就这么想走了 太奇怪了 咱们去上海人 那怎么还在 看了 胸人 你们看了 真meno 走 快 走 走 小心点 小玉我有个机会 就是不能进衙门 抱歉了各位 后会有期 追 送了 走 恩公 你这路上要多保重啊 你也多保重 照顾好家里的人 好了 大姐 送到这儿吧 我俩也该走了 谢谢你 恩公 我这里有几张饼 拿着路上吃啊 不能啊 不能啊 家里有病人 一定有留着 路上千万小心 谢谢 恩公 慢走 走吧 走吧 我好端端的被人赶出阵子 很生气 陪我说说话 武端被人当作恶贼 我很郁闷 你非要与拿小贼同行 这是必然的后果 可说起这个白空空 他现在在衙门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罪心不改 或该如此 这货虽然是他自己闯的 可我们毕竟相识一场 也算是朋友 看到朋友受苦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 感谢平大哥挂你 托您的福 倒是没受什么苦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想扎我去衙门 哪有那么容易啊 放心吧 没人追得上我 那迟白礼呢 迟白礼他不是人 大哥 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啊 他留 我走 姓柳大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与小毛贼为伍 柳浩辰 小爷我可没招惹你啊 你三番五次撩拨小爷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真以为小爷 我没有抱脾气吗 你要怎样 小贼 小爷我可是千面胜手 你再小贼小贼地乱叫 试试 不叫 就不是贼了吗 够了 别打了 朋友一场 好聚好散 平大哥 是这小子 他竟然太甚 小白 你答应过我 我们一起做侠义之事 不再行切的 平大哥 我跟你说 我不是为了偷东西 我那是做好事呢 巧言令色 你闭嘴 小白 人各有志 我不强求 你喜欢妙手空空 那也是你的权利 可是 我在家母面前立过事 要做个好人 成就侠客之名 所以今天 我们就此别过 保重 平大哥 这一次 是我给你惹麻烦了 的确是我的错 既然大哥看不起我 我也无话可说 救命之恩 我白空空 铭记在心 日后如有任何差遣 定当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就此别过吧 保重 我给你惹麻烦了 二哥 就这么干等差 好生烦躁 不如 咱们先做两票小买卖 接下闷如何 不要节外生枝 惹出什么事来 小心大哥回来 剥了你的皮 小庙里那两个人 不知是什么来路 那个用剑的 看起来似乎是个硬点子 不错 两个人应该都是好手 你说 会不会是衙门 专门请来对付我们的 不知道 这俩人有些麻烦 万一发现咱们的踪迹 岂不是坏了咱们的大事 今晚他们想必会在这破庙里休息 等到二更天 他们睡熟了之后 我们过去把他们做了 我们过去把他们做了 敬礼 岂不是坏了吗 我们过去把他们做了 关系的 全部都感觉 小白 小白你怎么了 张 张那狐鬼 他们想偷袭你们 偷袭你们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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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没有 di du 别睡了 我们先想办法去小白吧 他需要把这沙药 尽快要不要跑 那怎么办 回去向这儿 冷适 在下要及时在身 请阁下行个方便 阁下留下名号 在下办完事情 必定会来筹刑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阻拦我 你以为吉祥阵是你想来就来 这一方围的地方吗 我的一个朋友受了这种伤 需要药物 我才会在这放肩子 阁下留能让我 但记不记得 是平二娃受伤的 你是 你送大人来吧 跟我走 花展贵 一会儿再解释 先跟我回客栈 好 多谢花展贵的金床药和小欢丹 已无大碍了 那就多谢花展贵 你出手相救 还有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真实身份是谁啊 坐下说吧 好 来 快 快 就这 快 这一片都查一查 好 事 花展贵 叶博涛 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差了吗 找了花展贵的好梦实在抱歉 不过 我也是为了花展贵的安全 叶半敲门所为何事 刚才有百姓 见到有人在屋底争斗 怀疑有外来贼人闯入 不知花掌柜 可曾见到有可疑之人 可疑之人没见到 可恶可恨的人倒是有几个 专门叶半扰人亲密 待到金银时分 我便要起来忙碌 你可要学会启示百姓 花掌柜 为礼缝万一 请开开门 让我们进去检查一份 检查什么 你扰了我一个人还不够 还要弄得整个客栈 鸡飞狗跳不成 再说了 我一个孤身女人夜半睡觉 你要进来检查 我不是按了什么别的心思吧 算了 花掌柜 小心便是 告辞 是叶松 让我打发走了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们了吧 我的师父是灵山花婆婆 我自幼跟着师父学艺 几年前才下的山 乖 怎么了 花婆婆 很厉害吗 我不喜欢这江湖中的纷争 打打杀杀实在无趣 所以就在这山清水秀的小镇 开了家客栈 安静的生活 那你一身好武功 不觉得可惜吗 那都不会 这些年 倒是打翻了不少闯到镇上的小贼 之前镇上的刑捕头是我的好朋友 我一直帮助他维护小镇的平安 多年来 倒也平静 那江南乌鬼 可曾来过 这江南乌鬼形势十分谨慎 知道小镇有人保护 不敢来办 可是新捕头 急功浩义 深信侠义 跟弃镇捕头一起围捕江南乌鬼 不料 其人以身寻职 好可惜啊 这小镇在此一带 也算是富庶之地吧 信不投遇害之后 料想那江南乌鬼 一定会趁机打着小镇的主意 所以 我近期每天晚上都要外出巡逻 这才会碰上柳少侠 怪不得这个燕孙会怀疑我们呢 华掌柜 为什么要帮我 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恶人 我也收到江湖中的消息 一个刚出山的侠客 做了不少侠义之事 根据样貌判断 应该就是平儿晚了 我现在都有名气了 白空空虽然是盗贼 却也有侠义之心 出院外强逼店户还债 还抢了店户的女儿做妾 白空空偷了他的钱财 给了那店户 赎回了女儿 还有余掌柜 他诬险农户损坏户 要求农户赔偿 几乎要逼死了农户 白空空偷了他随身的宝贝 给了那农户 这余掌柜也算是罪有应得 原来是这样 你身上杀器极重 我本怀疑 你就是无鬼中人 但是两次与你交手 我发现 你虽然戒术高昌 但是收礼压制 不可随意伤人 我与你交手 也是想探探你的本性 功夫骗不了人 你心性不坏 不受人 来 喝茶 大哥 这告示上说啥呢 这告示上说呀 最近有盗贼出没 有盗贼 让大家防着点 不要随意出门 晚上可千万挽好门窗 不要随意外出 对 是 是得想知点 叶捕头 听说江南无鬼 已经在镇子周围出现了 叶捕头 我知道 您公务烦吧 为了镇上的安全 很是费心 我这里 有一点小小的心意 还请 叶捕头笑纳 朱元外 你这是何意 莫非 看不起我叶某人 没有 没有 叶捕头 你误会了 您要是觉得不够的话 我就再给你 朱元外 你把我叶某人 当成什么人了 如果那江南无鬼 胆敢来犯 我自然会尽心尽力 保护你的家产 是 是 是 也不能费心了 走吧 带我仔细看看 你的宅院 若真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也好心中有数 请 小白安 趁热吃吧 那多不好意思啊 还麻烦柳少侠给我送饭 我一个小毛贼 哪说得起啊 小白 以前是我错怪你了 还说了那么多圣人的话 我对不起你 你原谅我吧 平大哥 你这是干嘛呀 我又没怪你 那以后我们还是兄弟 一起闯江湖 做大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呀 我最佩服的 就是大哥的人格魅力了 柳少侠 你这是干嘛呀 我可受不起 小白 我看错你了 你是条汉子 废话 废话 我不是个汉子 难道我还是个娘们吗 我 那 你快吃 对了 他们口中所说的大师 不知道是谁 无鬼在附近集结 我猜目标 十有八九就是吉祥镇 这吉祥镇多年来 没有盗贼骚扰 可谓是有水丰厚 刑部头死了 他们一定会来动吉祥镇 那我们抓紧时间 跟叶松说一声啊 好让他提前有个防范 不行 为什么 若他信了倒还好说 若他不信 兴许又要跟咱们大闹一场 说不定 咱们又要被赶出小镇 柳少侠说得对 这野苏 刚笔自幼 头脑糊涂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 那你们的意思是 守住带兔 等捉到了无鬼 真像自然大败 如此上 好吧 你吃 我不要 不给 我不要 装神弄鬼 上次没能杀了 这次用来换爷爷们的好事 神当杀人 我当杀佛 要杀 狗公交给你了 骗大狗 该你了 骗大狗 该你了 这点小事还用我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叶不斗 你看那四个人 应该能猜出他们是谁吧 花掌柜已经有如此功夫 跟花掌柜战斗的人 拦不成是江丹无鬼 对 是他们 你拦得刚好 我们一起把他们给拿下 原来是我误会了 老爷 在此抱歉了 不用 不用 江丹无鬼白风 我岂能袖手旁观 刘少侠 这个就给我 刘少侠 刘少侠 小心 刘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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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茶来 鬼 来 来 喝茶 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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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男巫鬼 知道我们的身份还敢动手 勇气可嘉 既然你这么不怕死 那就去死吧 心里 他 好 大哥 想不到 吉祥镇上任的骨头 还随身带着咱们的悬赏令 看来是想来对付咱们弟兄 还想来对付咱们弟兄 却想不到 给我们弟兄送来一场好买卖 嘴尔 娱乐 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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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乡镇养的够酒了 事实好该动头 ikte閒 站着 什么人 新人捕头夜松 前来报到 让你们走 你们不走 还回来找死 这就叫做 四所灭不可活 没事吧 原来你才是江南无鬼中的大鬼 现在才知道 晚了 今天晚上 统统都得死在这 小心 晚安 你现在的根机已经十分长实了 以你现在的功夫 行走江湖 依然可以自我 但若要面对一流高手 还愿意很报告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爱当家 那可不行 我沐县人的徒弟 不是随便就能让人欺负他 今天 师父就把最厉害的一门功夫交给他 你只要学会了这一门功夫 即便遇到了怎样的高手 也能为之一仗 年轻的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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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师傅 您刚才身体怎么了 啊 啊 这段功夫啊 之所以威力巨大 是因为在瞬间 将所有的内力 集中在一顶 十分 可以爆发出毁灭性的力量 我 有一遍有病 这一招虽然威力巨大 但 损耗也是巨大的 每一次在使用这一招之后 都会在短期内 丧失全部内力 丧失战斗力 所以 这门功夫 有个致命的弱点 一对一的话 所向无敌 但若是针对太多的敌人 万万不可随意使用 chapter 广黎 古脑 吴 鱼 吴 啊 咱 啊 啊 噥 router 给我拿下 谢谢大夫 多谢大夫 多谢大夫 您慢走 您慢走 这边 这边请 好 怎么样 好了 化妆官 您这里边装的什么呀 这可没你的份啊 你先端着 端着 这是给柳少侠炖的鸡汤 补身体弄的 好香啊 这柳少侠真是好口福啊他 你上次受伤的时候 我还不是给你炖了 所以说柳少侠好口福嘛 我怎样我只能把柳少侠 他要做冲呢 他要做冲呢 没事 来 坐坐坐 刘少侠 你不用勉强的 你伤得太重了 千万不要心急 实在逃不住了 你说说你啊 你连享福都不会 天天花掌会给你熬鸡汤喝 要是我呀 我就在床上躺个十天八天 我救不起来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不你也在腰上来一刀 别别别 我怕疼 刘少侠 你说你用着这么名贵的宝剑 身上又揣着这么多 银票 却偏偏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你到底 是个名门公子根 还是个江阳大盗 你就当我是个江阳大盗好了 说不准 咱们还是同行呢 看我 嗯 嗯 嗯 是我一样 拿着 我记得你 你不要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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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 我记得你手 我记得你手 如果他们真的能留下来 那咱们吉祥镇日后 必然是高枕无忧了 我只能帮您问问 但是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若他们愿意留下来 自然是最好 若是不能留下来 您可别怨我 其实啊 此事我和平大侠提过 可是他拒绝了 我若再三纠缠 倒显得不妥 还请花老板费心 一定要想办法 将此人留下才是 摆脱了 好吧 我尽量试试看 听说花掌柜请你留下 为你拒绝 我就一个山里的穷小子 他让我去做捕头 我做不来 还是不要赶鸭子上架了 也好 等我伤好了 我们一起走 那是自然 我们说好的 一起闯江湖 做大侠 你们两个呀 真是搞不懂 美女挽留都挽留不住 真是太不解风情了 你要留 就自己留下吧 我 我可是答应过平大哥的 在让大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大哥你要是不留 我肯定也是不会留下来的 我肯定是不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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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不留下来的 其夜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大帅 您就是 三位大侠 我是专程在此等候三位大侠 等候我们 这 这是 我司马正昊 恳请三位英雄留下来 担任本镇的捕头 护佑一方平安 还恳请三位大侠 一定要应允 请三位大侠留下来 拼大侠 还不快收了官服 好 谢谢 三位大侠 谢谢 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谢谢你们 谢谢大侠 你为何不肯做捕头啊 我此生有一计 就是不能进入衙门 想让我做捕头 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那好 以后便在客栈做帮手吧 他们二人在明 我们二人在岸 咱们四个人 好好保护这个小镇 那我的食宿呢 那我的食宿呢 放心吧 白大侠 您的食宿啊 我包了 我都 你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好看吗 穿着像个傻子一样 你为什么要揽下这个差事 别这样 多好的事